20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没有本土的案例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正式突破200人关卡 国内新增20例全都是境外移入病例 20个案例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掌握 是5岁的小女孩 那跟着她的妈妈是员工的旅游 到土耳其旅游 那也回来以后在机场 被确认下来的 年纪最小的是一名不到5岁的小女孩 因为跟妈妈到土耳其员工旅游 回台后发现有发烧的情况 经采检后确诊 随着疫情扩大不仅越来越年轻化 甚至还出现丧失味觉嗅觉等状况 它是一种新的病毒 那其实我们都不断地在累积它的表现 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病毒的改变 这个目前倒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告 丧失味觉嗅觉是最近才出现的症状 就怕病毒又突变 智慧中心不敢大意 而为了鼓励民众遵守居家隔离或检疫的规定 避免疫情持续扩大 也祭出新的补偿办法 只要是居家隔离或检疫者 集中隔离或检疫者 或者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隔离检疫者家属 现在都可以申请补偿金每日1000元 但若是非必要前往第三级国家地区等 则不能申请 而受隔离检疫者3月23日开放申请 家属则是3月31号开放申请 并且两年内都可以利用网络申办 相对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领取薪资 或者没有领取跟他性质相同的补助的话 国定假日 例假还有休息日 基本上会扣除 面对疫情不断变化 指挥中心一刻都不敢松懈 防疫关键时期 连续四天指挥中心召集人张上纯 都没出席挤着会 张上纯没有离开我们的团队 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团队 那我会跟他转告大家很想念他 就怕虽然问题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张上纯占据幕后不曝光 但对于防疫程序中挂保证 他还是会持续在岗位上 为防疫贡献心力 欢迎新闻 宋俊阳梓玉台北报道